好啊 然後再說一下 黃恩玉 那黃恩玉呢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是 在 他演的是一個 鬱鬱不得志 然後追求夢想 卻可能又沒有錢 然後呢結了婚 就可能又 各方面都不如意的一個男人 然後他 每 他的那個角色他是 很上心 上心到什麼程度呢 他看 不 在不同這方面的電影 然後呢自己去對著鏡子 去不斷的去練習 然後呢 又刻意啊 為了這樣的十年之後的這樣的面容 刻意的去留個鬍子 然後呢 也熬夜 然後他拍攝的前一天是沒有睡覺的 其實 然後就是 為了有那個黑眼圈啊 那種憔悴的感覺 然後 我一開始其實還 還挺擔心 就是 萬一演 演得如果好的話呢 那個感覺可能會比較好 但如果 多一些又不行 少一些又感覺又 可能不太到位那樣的感覺 然後 然後 先試一下嘛 然後就 一拍 第一個鏡頭 哇 他的那個 表情跟那個聲音 都把我嚇到了 但第一拍 他 第一拍就覺得 我覺得 情緒就已經 很到位了 然後呢 他是 而且是一個 理解能力超級強的一個 一個 一個 演員來的 然後 我們 你可以看到他那個鏡頭 都是一個 長鏡頭 就是 一拍 就是沒有剪輯的 直接這樣的拍下去 因為他可以把那個情緒 給連貫起來 所以他後來 就是狀態 又越來越好了 越來越 找到那個感覺了 然後 之後他 拍完之後 就覺得 哇 原來 演戲是那麼爽的 然後 他 感覺 這一次的演戲 比 唱歌還要爽 所以他說 希望以後也能夠 在影視方面 發展 所以黃恩玉的那個 情緒 還是很厲害的 然後 到哪一part了 黃恩玉之後 應該是到 許兆豪那一part了 是吧 那 許兆豪那一part呢 是 他 他 在請示 三番四次的這麼跟我說 他說 你每次都把我拍的 不帥 你可以這一次 讓我帥一些嗎 然後 你說你想怎麼帥啊 然後他 還 特意為了這個角色 買了一副眼鏡 那個黑框眼鏡 大家可以看到 他是 就是 為了這個角色 買了一副黑框眼鏡 然後說 那你都竟然黑框眼鏡了 那我再 幫你配一副西 幫你配個西裝吧 然後他說 欸 這次又黑框眼鏡又西裝 難道 演什麼 對吧 那種 猛男啊 那種帥哥的角色嗎 然後 我說 你這次是演一個 呃 有音樂夢的 保險員 然後 才發現 他說他自己 以前也好像做過保險員 呵 剛好又做過保險員 然後去到KTV的時候呢 其實大家 呃 可能看 第一 第一 第一感覺 可能覺得他那一段是 比較浮誇一些 但是 他那一段是我 拍了之後 哇 不斷的剪輯的時候看 每次看都 每次在笑 但其實 你這樣越笑呢 反而會感覺得 那個唏噓的感覺 因為 他 啊 你想一下 通常 如果你 有一首 歌 自己在 KTV 然後 呃 你肯定跟他說 啊 這上面不是我嗎 啊 這首歌啊 我上KTV這樣的 但他的反應卻是 不敢去 承認裡面那個人是他 而且 還說啊 這個 啊 裡面的那個人 不切實際 不踏實 那如果像陳總一樣 那麼成熟穩重 怎麼樣 那樣的 所以 啊 是很積蓄的 那一段 可以看到後面他 再次 拿起麥 來唱那個 命運 你可以看到 你們看到角落 我可以把那片段 給 拿出來給你們看啊 好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這三個人是醉了 在一個角落醉了 他才敢把那個 呃 歌 再次唱出來 然後 對 我覺得那個 感覺是 很好的 然後 在 拍完的時候呢 我 再次跟他 再唱一次 命運 那 你說 有什麼不一樣的 感覺呢 我更多的感覺就是 不是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 我覺得感覺是 還是那樣的感覺 我覺得 嗯 咒歌 會成為 2020年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回憶吧 然後 然後 呃 他玩了那一拍到 到 正人女的那一拍了 那麼正人女呢 是要演一個 嗯 演一個 衝大頭 就可能 啊 啥都要衝大頭 可能他他開了一家 很很大的店 然後很大的樂器店 然後 呃 就 可能買了 把 裝修 你可以看到他又滑梯啊 又很多玩具啊 那樣 就好像 一開始 你追夢 你總會是很樂觀的 那樣的去追夢啊 把自己的 那個 店鋪 佈置的 又有 玩具 又有滑梯 佈置的很夢幻那樣 但是 但是 但是現實 總是很殘酷的 可能啊 每一年都在虧本 然後呢 就 可能又 自己的資金不太夠啊 朋友又催你還錢 然後呢 當你問一個 很久沒見的 老朋友借錢呢 可能呢 他就 把這個號碼 弄得 空號 就是 不聽電話 關機都算了 他還為了 不 不給他借錢 還弄個空號 我覺得 他那一段 那一段 喂 李浩 我是人女啊 那一段 演的還 還挺好的 然後就 對了 而且還 還 默默的給自己 種下了一個小彩蛋 說 二十年之後 你們都是這樣的 我是成為了一個大導演 這是一個自私的想法 為啥不借錢呢 為啥不借錢呢 這 應該要 觀眾自己去想啊 為什麼不借錢 對啊 要有個給你們想像的空間在裡面 好嗎 好嗎 谢谢观看